好那现在呢除了助理费争议之外 还有公积金的相关问题 现在网红四叉猫就有踢爆 说高宏安有一名前助理向他抱怨 今年国会助理有加薪4% 相关的文件呢高宏安也有在上头签名 但是这些经费请好请满之后 似乎加薪的费用又要缴回到高宏安的小金库里头 可是高宏安今天继续反驳 说是不识谣言不要跟着带风向 一听到公积金争议题 高宏安办公室助理活速锁门 网红四叉猫再爆料高宏安前助理跟他抱怨 立法院工费助理逼照军工教重步加薪4% 但这些加薪前14没有加到助理身上 他前助理跟我讲 他讲说其实从一月助理费就是有调4%的薪水 就是上线往上调 那往上调的话高宏安当然可以申请更多 那申请更多就可以回捐更多 翻开今年一月二十五号 立法院秘书长韩文给立委办公室 拍板公费助理的助理费总额 从原本的四十二万四千三百六十元 调整4%增加到四十四万一千三百三十四元 再看到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公文 一月二十五号下午四点半 在红楼会议室召开朝野协商 最终拍板上面的协商代表 就是高宏安本人亲自签名 民众党蔡壁如还有邱承远也都同意 只是高宏安却被爆料助理加薪费疑似 又上脚变成自愿捐回的公积金 立院民病百分之四加薪人事费 只能用在助理身上 但究竟高宏安有没有把钱挪用到小金库 你不管是薪资的成长或者民间消费 都远远的没有达到 反驳不实谣言 毕竟今年三月才开记者会 高宏安主张协助劳工加薪 企业减税 批评政府不够照顾劳工 但对比这些爆料内容 显得格外讽刺 三内新闻黄青丑 温文轩SN小组 台北报道